北京市各中学高三年级将于4月27日返校开学 4月17日,记者来到北京101中学探访学校在开学前的准备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校门处的体温检测设备已布置完成 校园内每栋楼门口都有测温点,并配备了消毒设施 教室中,桌椅左右间隔均扩大为1名以上 每间教室可容纳20余名学生 北京101中学校长陆云泉告诉记者 为实现小班化教学,原来的一个班级将被拆分为两个 开学后安排在同层对门教师授课 尽管班级被一分为二 但老师仍可以通过使用智能黑板实现同步授课 这个实际上是智能黑板 通过我这个系统,我们做一个扩音系统 那么在对面的班学生听到了老师包括同学的发言 和我版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解决了班级拆分 这个老师的课不好排的问题 你看因为我们为什么排的时候排着对门 对吧,像正要有一些老师有一个问题 然后学生去思考的时候 我们这老师可以这两个门都串一下 对吧,相当于我这个教室变大了嘛 它是没有问题的 为方便学生,学校将为师生提供早中晚三餐 学校食堂前厅经理张素琴说 两个学生食堂都将打开 为学生就餐提供更多空间 在测量完体温后 学生将按餐桌上的标签就做 保持安全距离就餐 打饭期间就是间隔一米也是一米四五 我们量的拿池子都量好的 然后我们还有疏导学生的人员在场 疏导他们按着那个号 因为那个号是我们拿池子量好的 所以都是一米二到一米四五左右的间距 打饭的我们也是把窗口都封散得特别的零散 为了就是最主要就是不让他们密集 能有多远咱们就多远 保证他们的安全问题这是主要的 此外学校宿舍也于四月初就启动了消杀工作 每间宿舍都配有独立卫生间 校长陆云泉说 开学后宿舍管理员将加强对住宿学生的管理 并增加宿舍消杀密度 住宿的学生也就一百左右 那么可能这次疫情的话 有的学生也不一定要住宿 这个我们总共有四栋这样一个学生宿舍 我们专门拿出两栋宿舍来的话呢 所以我们从这个住宿的空间来讲呢 我们是足够的 所以这样的话能够充分保证住宿的学生 在学校的学习的一种安全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每天在进行消杀 那么当来这个学生进来以后 进校以后 那么我们还要做好两次的消杀 上午一次下午一次 就更加给它提高这样一个消杀的密度吧 据介绍 学校共有500余名高三学生 46位高三老师 目前所有师生均已刀金 学校也以备好充足的物资 保障开学后师生及其他各岗位员工的防护用品供应 确保高三年级顺利开学 这些物资呢 主要用于这个市开学这个阶段的这些物资 物资呢 主要比如有消毒液 还有这个公共首部的智能物化装置 这个呢 在教学楼 办公楼 食堂 宿舍 一些公共区域都进行了安装 口罩这块呢 按照要求老师的口罩 一天至少两个学校呢 给予提供 同时呢 对学生这块呢 我们也提供一些备用的 还有护目镜 护目镜呢 主要是用于食堂的人员 医务的人员和我们保卫的人员 初高三 这个开学阶段的供应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会不断的补充 确保开学期间所有的物资能够保证 这是必须的